欢迎收听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请听第524集 韩刚也不怕泄露出去,有人会剽窃冒名 都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卫生医护上的权威了 抢别人的成果不费力气 被人想混走他的成果,却是千难万难 送走了皇室兄弟回来 韩刚笑着对李德鑫说道 下面可就要靠德鑫你了 李德鑫立刻应道 龙徒放心,小人定当用心做事 有你这份保证我就放心了 韩刚点着头进了外书房中坐下 又对李德鑫道 对了,德鑫,你还没有婊子吧 李德鑫摇摇头 他又不是读书人,还是党相出身 哪里来的婊子呢 还是得有个婊子 韩刚说着 日后你围观朝中 没有一个婊子,称呼起来也不方便 韩刚的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李德鑫哪里还会不明白呢 面线喜色,一一道地 公身道 小人的婊子还请龙徒赐下 韩刚略作沉吟 说道 你既名德鑫,那婊子也就该从此而来 记得书中有唯心却得一句 德唯一,故有贤有一德之语 而心字则有更易重生的意思 不如就叫做义一吧 义一 李德鑫咀嚼着这个十分别致的婊子 有些想笑 都说韩刚不会起名 长子次子 一个韩中一个韩正 就是没有在姓名上废过神 义一怎么看也不觉得有多深的寓意 当也是韩刚随口所起 不过该谢还是得谢 韩刚是一片好心 李德鑫又不是没有眼色的人 随即跪下来磕了两个头 多谢龙徒赐字 站起身后还笑着 从今往后 也算有个合适的称呼了 可不是 没有一个婊子 如何能在官场中行走啊 韩刚冲着李德鑫笑道 以义一为婊子 也是希望你能更易旧时之行 一心向国 永为汉沉 李德鑫浑身一下绷紧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抬起眼 就正对上韩刚锋芒不露 却沉重的如同山巒一般的眼神 脸上虚假的笑容已经收起来了 没有愤怒 没有失望 从眼神中传递而来的 只是单纯的压力 几乎让人窒息 每当午夜梦回 冷汗淋漓地从床上坐起 李德鑫就知道 迟早有一天会有如此的结果 李德鑫一点点地弯下腰 屈膝跪倒 额头紧贴着地面上的青砖 龙徒 小人 罪该万死 韩刚抬起手 示意李德鑫站起来 不要摆出一副五体投地的动作 都这么多年了 过去的事我也不想计较 求老将你当亲儿子看 我于情于理 也不能让他因你而伤心失望啊 一想到已经在天水县隐居的 求一文 李德鑫提泪纵横起来 猴头哽咽着 小人对不起先生 小人对不起先生 依然跪着不敢起身 韩刚居高临下地盯着李德鑫的后背 求一文是他的老交情 在秦凤路疑则甚多 韩刚也得给他几分面子 如今他的弟子有事 韩刚就是要处置 也得先知会一下求一文 对于李德鑫来说 求一文弟子的身份 就是他的护身符 有求一文在 韩刚怎么也得给自己一个体面 就听见韩刚说道 如今李世行斗法有功 无论过去有何等措施 倒也能抵得过去了 李德鑫呼吸一致 连忙贵得更加毕恭毕敬 多谢龙徒恩典 小人必一心一意 为龙徒将事情做好 好了 依依 韩刚挥了挥手 你下去歇着吧 明天开始可就有的忙了 李德鑫倒退着 离开了空际的偏厅中 只剩韩刚一人 静静地坐了两久 最后他站起身 返回后院 从京西的驿站系统 精挑细选出来的车夫 望空一挥边 啪的一声翠响 满载着沉重的钢梁 一列游归马车 缓缓地起步 离开山阳港 向北方的另一座港口行去 方兴目送着这列马车远去 指望今天发的车 能一路顺畅 到了山阳港 我们手上的麻烦事 就能少一半了 李介点点头 要是像昨天可就麻烦了 昨天夜中 一列满载着钢梁 行了十五里之后 一端路轨 不知何时被碾压错位 这列游轨马车 没有提防 直接碾了过去 连车带马 一起从轨道上摔了下去 车夫出了事 而负责押运的四个人 幸运的只受了一点皮外伤 处理损坏的马车 大家都有经验 而处理损坏的轨道 也都有预案准备着 在方程轨道的中段 设有一个维修点 一人解开一匹 没有受伤的碗马 架上自带的马鞍 就赶过去报警 又有一人返回原路 在百步外的路边的立幕上 悬起了从上到下一串五盏灯笼 这是事先预定好的告急信号 让后面看见之后 就能紧急停车 剩下的两个人 一个救助车夫 一个则拿起了弓箭 紧张地提防起黑暗中 可能会出现的敌人 负责在维修点职业的官员 先向山阳和山阴两岗 派了人去通报 接着派出三名工匠 一个骑着马 两个赶着车 带着十几个士兵 赶到路轨损坏的地点 靠着灯笼和火把的威光 紧张地投入到了维修工作之中 等到他们将损毁的轨道修好的时候 天色都已经蒙蒙亮了 整条轨道中断了 有两个时辰 方兴叹了口气 要不是预案做得好 夜里必定会有个大乱子 凡事遇则利不遇则废 李介说着 有了事先编定的预案 事情处理起来也方便了许多呀 其实啊 还是经验少的缘故 多来两次就不会这么手忙脚乱了 方兴笑道 毕竟轨道问世不过数载 现在能安排好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现在轨道比起春天翻江的关道好多了 开封望北去的那些关道 冬天冻得跟铁柱的一样 可春天一放暖 看着好端端的大道 车轮过去就是一条沟 还冒着泥浆水 修都没法修 拖到了夏天 路上全是一条条水沟 积水能有一尺深 里面一群蝌蚪 还蹦带着青蛙 蛤蟆 还有路上那一个个冒出来的泥浆坑 虽说看着浅 但正要踏上去 保不准就能将头顶都淹了 李介拿着轨道做对比 抱怨了一通北方的关道 方兴微笑着听着 等到李介的话声停了 他凑近了一点 还没听说吗 方兴翩翩头低声问道 听说什么 李介一头雾水 没头没脑的问话 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香舟的事 方兴左右看看 发现周围的立员随从 看着模样都是专心的做着事 却都朝着自个这边 竖起了耳朵 拉着李介走到僻静的地方 方兴轻声的将自己听到的传言 说给了李介听 众豆 说笑吧 李介听了之后 就哈哈的笑着说 这种留言根本就信不得 贝州王泽启示前 还有降妖伏魔的名头 还是弥勒佛 最后就是千刀万剐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传出来 骗愚夫愚妇的 岂有细意为真呢 共事的近半年 李介与方兴多多少少的 也有了一份交情在 说话也少了一些碧脊 香汉曹韵成功在望 旧时在家中被近亲气里都小觑 可如今李介 依靠一己之长 已经快要得到让人称赞的回报 现在在韩刚的墓中 没有了开始时的谨小慎微 倒是越来越挥洒自如了 方兴却是没笑 如果是平白无故传出来的话 倒是可以不放在心上 可你也不想想 坐镇香州的是哪一位 当真是龙徒 李介心中充满了疑惑 皱着眉头 怎么连个信都没有传出来 这么大的事 龙徒好歹也给通知咱们一声 也方便你我做出应对啊 方兴其实也是纳闷不已 说起来我俩都在唐州这里坐着 但少延明 田成博 他们那边就住在曹思衙门里 怎么连个气都不痛 要是当真有这回事 他们再怎么样 也该托人送条口信来啊 不是说他们受了龙徒的托 再编什么三字经吗 李介抱怨着 都多少日子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成书 方兴摇着头 虽说是蒙叔 但好歹挂个精子 做得差了 可是惹人笑 少卿田玉 岂会愿意一人笑柄 再说了 他们都是出身横曲门墙 但名气不大 学问也不是那么出众 要想将弃学的塞进蒙叔中 头轩梁追刺鼓 都是在座难免 哪里还有心思顾及其余啊 嗨 说他们也没有用 各有各的差事要忙 李介将话题扯回了留言上 如果此事确凿无疑 而且的确能有效用 龙徒在朝中的地位 可就是没有人能动摇了 是啊 到时候不管龙徒愿不愿意承认 这要王弟子的身份 肯定是洗不脱了 方兴笑了笑 跟着却板起了脸 其实这件事 对龙徒而言 既是好事 也是坏事 坏事 李介皱着眉道 怎么可能是坏事呢 众斗法一出 龙徒的子孙 可就能安享富贵 事事受到从敬啊 正是这个原因 方兴一拍桌子提声教导 龙徒的功劳够多了 要不是年龄的问题 做宰相都措措有余 现在多一个重斗 又能挣来什么 以龙徒在民间的声望 早已经是 世所传扬的兴修下凡了 再得了人心 别说药王弟子了 他要转过头来做药王都能做的 你想想 天子能不担心吗 哎 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官家岂会如此小肚鸡肠呢 李介反驳了两句 看着方兴摇头暗笑的表情 就顿了一下 想了想 换了更合理的理由 官家才两个儿子 有了重斗之术 至少不用担心斗闯了 保佑黄寺 这是天大的功劳啊 所以我才会说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或兮服所医 服兮祸所福啊 方兴话说的一半 突然摇头自嘲而笑 其实现在说的也是多了 不抓到兔子 光烧水也做不了饭 整件事还没个眉目 我们就在这里胡思乱想的 至少要等到事情确定之后 才说不迟啊 李介也笑了 不过一条谣言而已 两人争得口莫横飞 一点意义都没有 等着看好了 到底是真是假 应该很快就能见到分晓了 方兴李介都是盲人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闲聊 分了手之后 各自去做正经事 到了黄昏的时候 两个人才又重新面对面的 坐在一起吃饭 顺便要总结商议一下 今天和明天的工作 两个人刚坐下来 带了一摞 纪博正要说话 方兴的从人 却敲门进来了 管购 龙徒的信 香州来信了 方兴神色一动 立刻摊开了手 随从手上拿着两封信 递给了方兴一封 另一封则一身手 递到了李介的面前 给我的 李介疑惑着 接了过来 洛款也是韩刚 两人将信拆开 飞快地浏览了一遍 除了鼓励和宝奖二人 在曹韵之事上付出的辛劳 剩下的说的就是 有关重斗的事项 疑惑得到了解释 谣言得到了证实 韩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都在信上说了一通 尽管早有了心理准备 之前又讨论的激烈 但方兴和李介 真正从韩刚手上 得到确认之后 还是惊疑不已 两人看着自己收到的信中 没有什么私密的内容 便又互相交换了看了 两封信 内容都差不多 说的几乎都是同样的事 韩刚没有厚此薄彼 李介心潮起伏 脸上是激动的红韵 连同从叔伯家的兄弟姊妹 小弟这一辈中 在斗窗下的腰折就有四人 如果龙徒重斗之术 当真能见奇效 李介忽然闭紧了嘴 眼睛用力眨着 过了片刻放声道 这是责备苍生啊 是啊 的确是责备苍生 但问题比估计的更严重了 收起信 方兴却是摇头叹了一口气 他在兴奋之后 却陷入了忧虑当中 真想不通龙徒 究竟是打的什么主意 龙徒既然有此书在手 为何不及早报于朝廷 就是孙真人传下来的众斗法 也不是没有变通的办法 拖了十年才献上去 天子会怎么看 要是我 要么一开始就献上去 要么干脆就不献了 或是献上去之后 不要说是十年前得到的方子 只说最近在医学上略有所得 怎么能将这等 会惹怒天子的详情 和盘拖出呢 龙徒不敢演故人旧德 也不敢谎言其君 以成事上 是我等之表率啊 礼界挠着下巴 而且龙徒人心爱人 怎会愿意眼睁睁 见着有人因自己而死 所以才没有将旧法献上去 方兴摇着头 天子统于万邦 愿意一死事中心的数不胜数 哪里找不出人来制作熟苗呢 龙徒这件事 可是做得差了 京西转运司将成立卫生防疫局 先行在乡州推广 众斗免疫法 在韩刚和黄庸议定之后 这个消息 甚至就在当天便传扬开了 成功劝说韩刚在乡州推广 众斗之术 黄庸的名声因此一下长到了顶点 而毕丑自真的韩刚 却也没人敢说他的坏话 在众斗之术出现之后 韩刚身上的神秘色彩 越加的浓厚 身为要王孙思淼 孙真人的嫡传弟子 摆摆架子 在世人眼中也是理所当然 哪家仙人不是如此呢 仙人的弟子 好歹也能算是半个 在许多人看来 没让黄之州三顾茅庐 已经是韩刚屈尊降贵了 在无数人的期盼下 卫生防疫局很快就成立了 打出来的金字招牌 是在福龙山中 闯下了诺大名头的 李德鑫 李神医 而在卫生防疫局中奔走的船属 无一例外都在城中挂出牌子行医 有了转运使和支州的联手推动 两个一向不对盘的衙门 表现出了难得一见的高效率 以及让人惊叹的娴熟配合 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从人员到地点 以及编制预算 全都一起搞定 就在这两天中 韩刚本人已经签发几份公文 疑问路中各州 通知他们卫生防疫局成立了 并知会成立的原因 更早的时候 他还给关西的苏炳写过信 提起过重斗法 而在这之前 韩刚也已经将重斗法 和自己准备在京西做的事情 写在奏章里 连同讲述应对灾疫的 肘后备药 一并送进了京城 请求天子能给卫生防疫局 一个正式的编制 并赠给李德新一官半职 默于国事的铁妹相公李士斌的儿子 其实本来就该有个阴补在身 以便于他管理卫生防疫局 众斗的地点也已经公诸于世 就在离着曹思衙门后门口不远处的观音院 包括重斗要遵守的流程和规矩 用绑纹张贴在衙门外的八字墙 以及四座城门处 观音院是间不大的小庙 由于位置不错的缘故 香火一直很旺 不过观音院的地皮属于官产 加上庙中 污设不少 就给卫生防疫局给征用了 连同主持在内六名肥头大尔的和尚 还有十几个沙迷 两个火工道人 全都给赶到了另外几座寺庙里去挂单 转运使和支州同时关注的要事 加之又是城中百姓人人期盼 一群秃驴当然连摇头都不敢 就在周牙命令下达的当天 就匆匆忙忙的收拾好金银细软 搬到了香熟的寺庙中去 这般乖巧识趣 黄庸都跟韩刚说 有机会还是该还他们一间庙 不过这就不干韩刚的事了 鞭炮声响遍了城中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浓浓的硫磺味 韩刚和黄庸身着工服 带着全套一丈 为卫生防疫局的开张捧长 路中周中的官员几乎是一个不辣的全书道场 许多人暗自庆幸 要不是从昨天开始就过来排队 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524集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525集 《载之天下》第525集 大声照 slut 扭声 断声